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部电视剧 随着《冲上云霄2》的热播 也让剧中的一批主演如今成了香菠菠 只是大结局这个播出在即 剧民们可是心想难耐 参加活动的众主演们都希望他们来个剧透 我们来看一下 快要大结局了 你们两个会对一起吗 透露过了已经 对啊 应该这个是观众没有兴趣的问题吧 不关心结局的观众能是忠实的观众吗 吴振宇你真是说笑了 而转眼间大结局播出在即 按照TVB近年来的传统 一部剧两个结局已然成为了一种趋势 而既然陈瓦拉在剧中纠缠于吴振宇与张志玲之间 两种结局岂不让观众们两全其美 Cheers Cheers 就是拍有拍两个版本吗 没有时间 我们在英国很赶 很忙 所以猜到一个结局我们已经透露了 如此看来必定是有一批观众要默默试累了 而电视剧《冲上云霄2》固然成就了收视率 但同时吴振宇也收获扑风 因为他已经考取了直升机下账 有人建筑嘛 所以但是只有一个月时间就去考吧 就结果都成功就很开心了 当然随着《冲上云霄2》的热播 剧中的一众主演近日都成了各大活动的座上宾 就在吴振宇陈瓦拉活动当天 吴珠希也亮相香港海洋公园 而给粉丝们的福利必须是剧透啊 都差不多到最后 所以我可以跟你们讲那个剧情是 我跟吴振宇陈瓦是最后走在一起 哎呀 停了以上三位主演的剧透 有没有缓解您追剧的焦虑心情呢 如果还是觉得不过瘾 那就只能继续追了 娱乐新年曆拍剧很辛苦 追剧也很辛苦 香港才老花党